古今中外 東西南北 在邦心中 講古邦 那下一個 我剛才看到這次沒有這個人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其實會再漏多一個 但沒關係 因為太多了 總合成為一個九十年代歌姬的三大人物 接下來是賓奇寶 賓奇寶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雨當田光 這個沒理由不說 這個又是一個經典 這個算是創作型 這個算是創作型 有樣子也有色作型 雖然我覺得他不太漂亮 我覺得他不太漂亮 但他是會創作型一點 還有那些音樂就比較 因為他有個人風格 我覺得他很學西方的東西 他很學西方的東西 他經常來玩Blues 雖然我覺得他的Blues不是很Blues 是很Blues 又不是很JPOD 感覺會變成OK的 也挺有特色的 好 我們選一隻 我們就是選AYumi 賓奇寶的歌 賓奇寶的歌 AYumi 賓奇寶的歌 好 大家按下連結就聽一下 好 先聽歌 好 賓奇寶的AYumi 聽完了 也是一隻華語歌 林曉培的娃娃 愛天下 改了他來唱的 這首歌是我選的 我聽過挺喜歡賓奇寶的其中一首歌 總聽他的歌我不是聽到很多 黎博兄叔我很多 我聽到他的complete best 放心吧 好 那賓奇寶就是三大過幾之一 三大過幾之一 也是可以作的 他也算可以作的 都可以的 但我真的很明顯看到一個 這樣來看 那個live performance 又九十年多 才是歌手真的差了 是 是 我經常覺得 其實是否因為這些歌手 是不睡覺的 可能有很多工作開始 很多工作 很多工作 外面最嚴重的是 商演又要去 紅白義士又要去 不止紅白 還有其他節目 紅白義士 紅白義士 又要去 今天 好像現在的歌 那些藝人 怎麼唱得好歌 你告訴我 你怎麼有時間去練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其實你太多元化發展 對於整個音樂事業 都不太健康 由安心開始 live performance 都不太好 唱歌的那個 唱功力真的 他們唱功力真的會弱點 接下來是更健康的 我告訴你 那些組合 接下來會介紹 就是 90年代又開始 一些少男少女型的組合 真的說樣子 真的說樣子 唱歌之後 真的我不敢苟同 是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 中文字幕提供